每天按压三分钟缓解腰腿疼痛 自己在家就能做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不管你是腰疼腿疼还是腿脚麻木 不管你的症状出现了多长时间 现在到了哪个阶段都别错过今天这个视频 点个免费的小红星把它收藏起来 中医认为大多数的腰腿疼痛都跟气质血瘀有关 中医认为如果气不足则血型无力 不能推动血液的运行无法乳氧筋骨 进而导致经络不通不通则痛 所以会产生疼痛的症状 另外气血不足不容则痛 经脉施氧进而出现下肢麻木的症状 今天马医生就教您两个动作 在家每天坚持三分钟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您将会收获一份不一样的惊喜 第一个动作就是按压我们自己的尾中穴 尾中穴在哪呢 尾中穴在我们膝盖后方裹窝的位置 每次按压三分钟 注意每次按压呢 要按到酸胀的程度 尾中穴呢 属于足太阳膀胱经 具有疏经通落的功效 对于腰背痛 下肢疼痛的症状呢 是有很好的效果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太膝穴 太膝穴呢 是足少阴盛经的圆穴 对于腰部的酸痛 下肢的发冷 无力疼痛呢 有不错的效果 位于内怀间与跟腱连线的中点处 内怀后方与跟腱中间凹陷处 即位太吸血 找到太吸血之后呢 按压点揉5到10秒 每一次按压20到30次 按揉3分钟左右 就能起到很好的 直营医生强劲撞骨的作用